2月2号到4号 北京冬奥会火炬传递将在北京 延庆 江家口三个赛区进行 冬奥会火炬设计灵感来源于哪 又与2008年祥云火炬有哪些关联 近日 北京冬奥会火炬外观设计师李建业向中心设计者讲述了火炬设计的始末 那如果说是我们把中间这一部分给拿掉 这个火炬是不是还能够成立 因为其实这个就面临了很多的一些挑战 就是这样的一个创新的一个形态原来没有过 那接受程度怎么样 就是能不能接受一个那种打开了的 就是看起来就是不是封闭的这样的一个火炬的一个形式 因为我们看历届的火炬还是一个比较规矩的 那这样的一个很突破的一个形态能不能被接受 同时就是说这个东西能不能真的被点燃 整体设计概念明确后 要用什么样的造型来呈现这个概念 为此设计团队一度陷入困境 李建业回忆 后来是一片落叶 瞬间点燃了设计师们的灵感 当时我们聊的时候看到有一片树叶啊 就是一个 因为它办公桌上放了一盆植物嘛 树掉了一片叶子 可能有些半干了那种 它树叶半干了 它会卷起来 那那个旋转的就卷起来的那个形状 那个线条的感觉 发现跟我们在做的这个设计 就是很理性的东西是完全相左的 那这个里头其实就有一个跟自然去学习这些东西 它为什么是那样的一个形态 然后你发现的那个线条是有加速度的 2020年12月7号 国际奥委会执委会审议通过了冬奥会火炬设计方案 李建业说 自己在听到火炬方案入选的时候煽燃了一下 但很快又投入到新一轮的工作中 等于说是方案订稿了之后 它面临更大的困难 就是说这个东西如果变成一个可量产的 真正的能够跑得起来 能够满足那个燃烧的一个需要 因为你看在整个的传递过程中间 整个的环境 它应该要求是蛮苛刻的 冬天的话有大风 有大雪 所有的这个东西如何能够保障 所以就后面的后续很多的实施的一些阶段的一个工作 北京将成为全球首个举办夏季冬季奥运会的双奥之城 飞扬火炬整体外观 与北京2008年奥运会的开幕式主火炬塔形态相呼应 体现了双奥之城的传承与发扬 李建业说 设计团队也把对双奥之城的自豪感 凝聚到火炬的设计上 这个符号我觉得是 作为08年的非常有特点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元素 我们在火炬上面呢 给它又重新的让它去复活一下 我们从一个祥云的文样 渐渐的渐变到简纸形状的一个雪花 就是这样的一个传续吧 我觉得就是在这个火炬的设计上面 有这样的一个表达 火炬接力是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的开场楼 通过火炬接力活动 将为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举办 营造良好氛围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海南罗熙 阳光聘